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渐消失殆尽 刚开始村民们还以为是村里进了贼 便团结一致 严防死守 但不论看管的如何严密 各类牲畜还是会在村民们的眼皮子底下 骤然消失不见 一个月下来 村子里一只动物也不剩 不消瘦牛阿玛的大型动物 连小鸡小鸭也看不到 村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便将此等多多怪事抱到了云深不知处 而隔着一个山头的张家庄却平安无事 村子里牛羊成群 鸡鸣犬肺 一片祥和 因此蓝与海老先生此番带出几班学员 到李家庄业列 先到的却是张家庄 一来看看张家庄的环境 与李家庄有何不同 二来要在张家庄借一些动物 带到李家庄充当诱饵 由于事先也有蓝家门生打前站 在蓝与海带着初级班的二十余名学员从天而降时 张家庄的村民们家道欢迎 对蓝家修饰的到来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蓝与海领着兴奋的学员们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在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后 便开始在村长的引导下爱家安户挑选动物 李家庄与张家庄虽然离得不远 但毕竟隔了个山头 不论是步行还是遇见 带上牛或马之类总不太方便 所以学员们都倾向于挑选听话又易于保护的小动物 比方说袁星就挑了一只小奶狗 阳光选了一只小猫咪 唐俊德要了个最大的 也不过是一只小羊羔 唯独魏无羡如众不同 他在与一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打了一架之后 很果断地将只掳上了随便 魏无羡原本看中的是一只奶黄奶黄的小鸭子 但没成想小鸭子家的大公鸡不同意 飞起来追着魏无羡又踢又拙 魏无羡捧着小黄鸭满院子乱窜 边窜边对大公鸡好言相劝 但是大公鸡置之不理追打得更加凶猛 于是魏无羡被激怒了 将小黄鸭还给他娘亲之后 就与大公鸡展开了殊死搏斗 魏无羡以大公鸡不是妖孽为由 既不动用随便也不调用灵力 更不使用法术 而是赤手空拳与大公鸡展开了肉搏 魏无羡从两岁开始修仙 到如今整整十年 修为在同龄的小修室中 那是绝对的翘楚 但是那只大公鸡也不是俗物 据说公鸡的寿命一般不超过五年 能活过六七年的遗书罕见 可是这只挑衅的大公鸡 已经活了九年 他家主人说他早就成了精 除了不会说人话 什么都不比人差 看家护院比狗强 打架斗欧圣村吧 所以这一次和魏无羡打斗起来 那是绝对的勇猛无敌 气势如虹 魏无羡被逼得上蹿下跳 一时间竟然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 在全村人全力以赴的助威生中 大公鸡越战越勇 而魏无羡这边 小伙伴们也不弱 但人数上明显落于下风 唯一的大人蓝鱼还站在人群里 捋着胡须微微笑 魏无羡左闪右臂 眉眉闲避开大公鸡的利慧 显得颇为狼狈 好在村民们一边倒的呐喊声 激发了魏无羡的斗志 他在一再退让之后 决定决地反杀 对着又一次飞上来的大公鸡 不退反进 一个猛扑将飞在半空中的大公鸡 压在了身下 随后双臂一环 将大公鸡牢牢地乐在怀里 嘎嘎嘎大公鸡扯着脖子撕脚 魏无羡不管不顾 迅速站起身来 照出随便 乐着大公鸡往上一跳 朝着天空绝尘而去 身后留下村民们 此起彼伏的阴阴嘱托 小仙君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大美啊 他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希望 原来你叫大美呀 魏无羡对着怀里不再挣扎的大公鸡说道 咯咯咯 大美回应 魏无羡道 怎么 你还不服气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今天晚上我就要喝鸡汤了 大美 咯咯咯 魏无羡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害怕了吗 你不要怕 我肯定不会吃你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同袍了 我们要并肩作战 一同打妖怪 大美 乐哥哥 声音明显平和了一些 魏无羡道 先生说这一次夜列是一次比赛 谁能在李家庄过完一夜 而保住自己挑中的小动物 不被妖怪抓走 谁就是赢家 所以 大美 你一定不能被妖怪抓走 要不然我就赢不了了 乐哥哥 大美又应了三声 应完还连连点头 大红机关晃荡了好几下 你这是同意了 魏无羡大喜道 那我现在放开你 你不要再啄我了好不好 大美 乐哥哥 魏无羡文声立马松开了双臂 转而将大美抱着举到半空中 摇了摇 叫道 大美 今天晚上就看你的了 你一定要争气啊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